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 如果他有理,不过他这个地址有点比较麻烦 理区,那另外一个什么?零 所以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说有零,就找零开头 如果要有理,就理开头 要有区,而且要有顺序,先找零 再找理,再找区 有一个顺序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比较没有顺序 如果有路就找路 没有路就找街,没有街就找到 OK,那主要就是类似一样的逻辑 那我要怎么做,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我怎么,我先用这个来找了 插入函数 然后呢,第一个,一样我们用什么 用fine函数 所以特别注意,fine 这个地方应该不陌生嘛 fine,特别注意他问你第1个fine,你要找什么 我先找零好了,比如说呢 里面有没有零这个字 OK,那这个当然我现在的零,这个地址里面一定有零 OK,然后呢 去哪边找 去这个地址里面找找看 有11,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往上拉 上面都没有 对吧,往下 有些有些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如果value错误的话要过滤 所以过滤的话,对,就是ifl,所以把它剪下来 所以我拉到上面,我用第1个f2里面做练习 再来插入那个逻辑里面的ifl,还记得吧,ifl 然后如果发生错误的话,他已经错误,对吧 那我就做什么呢 我就再让他去找,找什么,找里看看 所以这个地方把它贴 放上面复制下面贴 贴下来把它改成里 有找到对 OK,好,按确定 那如果你会发现向下拉 这个又不OK的 那这个不OK怎么办 再来就是,不是断了,区啦 OK有没有,所以再把它剪下来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要剪 两次,然后再插入 这个ifl,然后再把它贴到value上去 然后呢,把刚刚这一段没有,如果要找,找就是这一段 fine 刮虎里,然后 居次有没有,后刮虎一直要把它复制到 然后fine 这边把它改成区 有没有,然后居次,找到了,按确定 好,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的话 这个怎么又错 G G4 错了,应该是 刚刚应该是反方向填满才对 刚刚是 这个嘛 所以应该是 应该是把这个填往上 这个再往下 这样就OK,再全部填满 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理论上应该就没有错误了 对不对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可以先找0 再找里 再找区 好,那我就知道说 他的前一个 就是那个接的前面的位置 是9,所以9加1就是万开始 然后我要几个字 几个字的话,就是要找 后面这个字 那后面这个字呢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 路 可能是接 可能是道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逻辑跟这个很像 没有 其实第2个阶段怎么样 你甚至可以把 这一段 没有 把它拿来改 那改什么呢 这边把它改成路 这边改成接 这边改成道 就可以找到后面那个字的位置了 有没有 那如果前面那个字跟后面那个字都知道的话 再用mid函数切割 这样子就 大功告成的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个地方找到这个 比如说里这个字 那把它加1 对不对 那后面的话 就是把后面这个字的位置 减掉前面的位置 不用再减1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接这个是本来就要的 所以 跟前面那个151那个逻辑有点像 但是不用多减1 那用mid的把它切割 就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1阶段 先 利用什么 利用刚刚讲的 先fine fine什么 fine0 再把它减下来 放在ifl里面 再去 如果发生错误再去帮我fine什么 fine0 再剪下来 剪到ifl里面 然后再去什么 fine0区 OK 试一下 这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还蛮重要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有把它贴到云端白板的第5页的地方 先做这个 有没有 就是 先做这个fine 然后再把这个剪下来 贴到这里面来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就改成这个 那再来 因为还是发生错误的话 再把它剪下来 放在这里面 ifl 然后呢 再把它改成 再找区 意思是说先找零 如果没找到再找利 如果没找到再找区 OK 如果没再没找到 那就错误了 所以你可能还要再看一下 有没有别 看起来没有别的逻辑了 所以这三个就OK了 那再来第2个动作 你把什么 把同样的公式 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底下 改成路 接到 因为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那后面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再加上等于什么 等于MID MID函数做什么呢 然后把那个地址放进来 逗点之后的话 钱瓜葫位置就是这个 所以把这个钱瓜葫的位置 这个也许叫A好了 A怎么样 A加1 这个是A 这个是B 所以这个 再来后面 逗点 就是B怎么样 减掉A 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这个就是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 再减掉这一个 就是得到结果 OK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所以后面 不过 做出来的公式 这么长 看起来好像很长 实际上 就是这个原理而已 OK那我们来做一次 给各位看一下 接下来 OK 第一步 反正就分几步了 第一步 刚刚做的 第二步 贴过来 改路接道 再来就是做后面的动作 我做一次 这个 1 把这个 公式再减下来好了 不包含等号 OK 然后再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MID 这个动作 很容易做错了 所以 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这个要三个字 第一个是什么 TES 你的 你要切割的资料来源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就 OK 地址给他 第2个问题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从哪个字开始 帮你取啊 那我就找到什么 路 区 找那个前面区 或者里或者林 先找林 如果没有林找里 没有找里 这个只有区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贴上 第9个字 到这里 这个应该是第 第6 第7 第8 第9个字 就找到里了 那里的下一个字 因为从万开始 所以这边拔记得加1 意思是说 从第9个字 下一个字开始 万开始 然后要几个字 就是把找到接的位置 有没有 往前 剪掉什么 剪掉里的位置 其实OK的 因为 其实剪完 这个是 假设这个是第9个字 第9 第10 第11 第12 第12 减掉9 那就3 刚好就万零 结 刚好三个字 那可是问题 这个叙述怎么去 怎么贴 特别注意 一请你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但是记得 我们现在是找到前面的 如果要把它改成后面的话 其实你只要把什么 把0改成路 然后呢 里改成什么 里改成接 那区的话呢 改成什么 改成到 应该就入接到 然后面的话呢 再剪 剪掉什么 再贴一次 贴什么呢 就是刚刚这一段 意思就是把 就我刚刚讲的 把b 减掉a就对了 b减掉a 那就会是最后的这个结果 三个字了 OK好 这样子的话就大功告神 OK很容易做错 但是其实应该没那么复杂 只是说 贴的位置要贴正确 好了之后我们按确定 万宁街就出现了 然后再向下填满 全部的资料呢 哎有没有有没有错 应该没错了 OK好 所以往下往下往下 应该都没有错 这边有个错 好 这地址有错了 所以这个产生错 那这个怎么抓 这算了 这不管他了 因为这个怎么 切到住宅 他又不是住宅 捷运站怎么是住宅 这真的是 这个应该可以 请那个公务人员 想把他修正一下吧 你一个写mail 跟他讲说你这写错 这弄错了 有没有 所以等于我们还在帮他检查 资料 OK 切等 他把那个 这个什么住宅区 这个是没有地址 他只有 市段 市段 怎么知道哪 哪个哪条路 所以没有 这个也有错误 OK好 所以理论上 我们逻辑没有错 错的是他的资料有错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好 那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统计分析了 所以我们有 这三个栏位的 区有了 路有了 时段有了 后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出什么了 其实就是统计 到底哪一区的发生的切断案 所以我要有三个三个问题 哪一个区切断案件最多 得到的结果 你会发现 应该够清楚了吧 哪一个丙最大 中山区 占比例多少 百分之十三 那哪一个治安最好 大同区 百分之五 所以你会发现 最高跟最低 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那数量的话你可以用直条图 有没有可以看得出来 那哪一条路上的切断案件最多排出前十名就好了 中山北路最多 为什么呢 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一些酒店还是什么的吧 OK 中山中校东好像有 有之前也有什么 像好乐迪 那个 施火案件好像也 好像那个在林申北 林申北也有 林申北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 这些路上面的切断案件最多 那什么时间切到的 失切的 时间最多 10点到12点 12点到14点 有没有 以此类推 OK 你会把他交叉分析 甚至你也可以画出这个图来 所以为什么要视觉化的结果 因为你一目了然嘛 你如果给人家看数字的话 你说 你可以给人家看上面这个数字 真的 看到昏头转向 所以以后 你的老板 比如说你 外面工作的话 你老板想要看什么 但是 看最直觉的东西嘛 就是这个图嘛 对 但如果你将来不是给图 而是给一堆数字的话 说真的你老板一看会觉得很头晕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对的东西啊 因为其实老板没那么聪明 也没那么多时间 他只是想要看到 他很容易了解的一个东西 所以现在很流行 叫做视觉化 图像 有没有 不管哪个行业 OK 像我太太在医院上班 他们也说 他们现在也都在教这些东西 就是要人家怎么样 最后显示出来的 就是图像 就是图像 你给病人看好了 你给病人看一堆数字 病人说 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给他看的是一个这个的 再怎么样啦 你说看这个图你会看不懂吗 对不对 看 那像这个图会很困难吗 其实跟各位讲 不会 你只要会枢纽分析表 然后把资料拉到对的地方 他就马上帮你变出来了 真的不会花太多力气 但是我觉得结果还 蛮明显的 马上可以做个决策啦 所以喔 像那个4万多种政府的资料 它是原始资料 其实里面是可以挖矿的 很多东西喔 如果你 假设啦 我觉得现在新闻记者为什么一直被骂 什么 小时候不读书 你们讲的 我们也讲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你要追根就底一个问题 比如说根源 到底台北市的住宅 的切到案件是否增加或减少 其实你可以从数字里面再去说话 这样人家就比较不会质疑你 那如果你说 你看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案件 非常的猖獗 到处都有切到案件 连那个大同区里面切到案件都很多 马上你看大同区 治安这么好 你还说他治安很差 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啦 真的有时候 还是我比较相信 我不会相信一些 像新闻媒体 或者是说一些政治人物讲的话 有时候其实 你要还是要真的去把数据挖出来 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称不称实 这有的人真的是 这真眼说瞎话 明明说谎还可以 脸不红 气不喘的 整个是 说谎 到了一个极致的境界 我真的做不来 我觉得说好 我觉得自己就觉得自己 良心故意不去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他不是说我们道德表演比较高 我觉得说谎很麻烦 因为你为了说一个谎 你要用很多的谎 去原理前面的谎 每天还要记得说我曾经讲过什么谎话 那每天 不然的话很容易泄底 是不是 我觉得那些人也蛮厉害的 每天 说谎还可以 比如说像之前有个什么新闻 说有一个 夜店有一个骗 骗子吧 就是骗很多女生 感情 很多女朋友 然后都假装自己是什么身份 然后其实都是假的 我觉得很厉害 然后你跟他聊天 你还要编造一些 谎言说你是什么工作 然后你每天还要 杜撰说你 在工作的内容 其实都是假的 那你不是 如果这些这种人不来 不来写小说真的很可惜 对小说不是这样写出来的 有那种精神分裂吗 今天我是这个角色 我要把它记下来 比如说对A 我要变这个角色 对B我要换一个角色 不然如果 角色扮演错误的话 那就露线了 这会不会太辛苦了吧 OK 所以如果说 当然 话说回来 就是数据会说话 我们看数据是比较 真实的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我做的动作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就是 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结果 如果假设 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 上面的 这个 第 第五页的部分 刚刚是把这个复制到这里 然后再做出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大家好 中文字幕——YK